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赤色旧址 赤色是1921年的10月份 胡耕天他与陈秋山等人 在广州成立的研究展示 西洋画为宗旨的这样的艺术的团体 他是当时南方成立的第一个 这样的艺术团体 赤色成立之初 他的宣言就写着 我们手上拿着的是笔与调射板 我们眼中印着的是森罗万象的自然 我们的胸中只有赤成的心和赤热的血 这里是广州博物馆重园楼 这里也曾是1957年成立的广州美术馆 1957年胡耕天被珠光市长任命为 广州美术馆第一任馆长 他在任三年时间 为广州美术馆增集了大量重要的书画文物 其中不乏国家一级二级文物 他在任的三年是广州美术馆产品增集的高峰期 为广州美术馆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